晶片战争 美国要重战半导体业有多少困难 有没有可能性 台积电一到了Arizona两个厂 在当地最大的外资总共高达650亿美元 而这成为一个最大的投资 最新的一个消息是三星电子最快下周 也宣布对美国的晶片制造 投资440亿美元 这440亿美元里头 也代表华府要把半导体生产 代回标志性计划 韩国就立刻的配合 但是韩国的三星跟过去台积电在美国 Oregon是不一样的情况 三星在德州 以前过去是在德州 它最近也准备到Illinois 去进行电池电池厂的计划 三星在德州过去的记忆体 它是赚钱的 因为德州的电力很便宜 而三星的国际布局进行的相当的早 它过去因为韩战的关系有相当多的 韩国的第二代第三代 很早就成立了技术学院 在美国招揽人才 回到首尔培植 并且跟首尔的三星电子等等 进行很多的结合 最后再派回到美国去 变成当地很多三星的 比如上记忆体这些工厂的主要的主管 所以它很早就进行了国际布局 这一点跟台积电被迫 移到Arizona 并没有国际的人才的培育 跟一个技术学院 而做了国际布局 这情况是并不相同的 目前为止 美国进行了补助计划 如果了解国际经济史的人 就知道说 这将是美国第一次 向自由主义经济 say goodbye 然后呢 国家介入产业的补助 过去美国最经常批评 所有亚洲国家 不是只有批评中国 也批评来台湾 也批评过韩国 也批评过日本 都说你们都是国家补贴的 是由state来带动 这些产业的生产 这都是亚洲 所以成功的原因 这是东亚经济的 一个秘诀 而美国这一次的 晶片与科学法案里头 完全看到了这一点 在它的降通膨法案里头 也是如此 在晶片与科学法案里头 就是直接补助 这些半导体产业 在降通膨法案里头 去补助消费单 来拉动新能源的 汽车产业等等 所以美国等于是 向亚洲回过头来学习 知道说我这一套是不行的 4月8号台积电成为 美国依据晶片与科学法 宣布于2024年 发放补助款的 首家海外半导体巨头 根据双方签订之备忘录 美国将直接补助 台积电66亿美金 且额外提供 50亿美金联邦贷款 约120亿美金 年底前采用2奈米 或者更先进晶片 制成的新三场 因此在地总投资额 将从440亿美金 拉高一点五倍 来到650亿美金 是亚利桑那州 历来最大比海外 直接投资FDI 也是美国至今总额最大 所谓从零开始的绿地投资 三场消息一传出 便由台湾半导体设备 业者告诉国内媒体 早在美方最初力邀台积电 赴美设厂时就已经有了 新建三场甚至四场的规划 AI发展的势不可挡 尽管也是美国需加快高端晶片 在地化生产的理由 问题在于喊出囊括 全球两层高端晶片产能的远大目标 在六年后的2030年可能实现吗 美国晶片科学法过关一年 又八个月后的现在 为美国政府点头拨款的 大型晶片商供给三家 二月 美国自家晶片大厂格罗芳德 获31亿美金政府拨款 表示将用来增设新厂或扩建旧厂 但不争事实是格罗芳德 早已介于台积电独占地位 退出高端晶片制程 转而专攻成熟晶片制程的 多角化经营 三月得主英特 现金补贴85亿美金 联邦贷款110亿美金 共计195亿美金 预计年底发放 成为晶片法补助款最大得主 然而在商务部正式公告的一个月前 英特尔已经推迟了2022年 破土动工的恶亥俄州新厂 原本定于2025年初的完工进程 英特尔当时表示官方拨款过慢 耗资200亿美金的大工程 必须延后近两年至2026年底启用 台积电宣布三场计划后 英国金融时报专文报导写的直白 到了2026年 市面上绝大部分AI产品 应该都已再使用3奈米晶片 一场设定的4奈米显然将达不到要求 到了2028年 辉达在内等主要AI晶片设计商 更可能已把设计主力升等质的2奈米晶片 台积电凤凰城二场的3奈米规划 届时便显得没有意义 三场定下的2030年启用 在亚利桑那州既有问题不变下 自然也有难度 三星问题一样 尽管据传将紧接在台积电之后 成为晶片阀补贴下汇得主 或拨款60至70亿美金 但三星4奈米德州厂量产时间 也已从2024推迟至2025 显然 无论是美系半导体厂英特尔 还是非美系半导体厂三星台积电 美国本地半导体厂完成进度的无法如期 是拜登想落实晶片在地生产的最大阻碍 加上珊珊来职的政府补助 也都得等到2024年下半才开始证实拨款 对比台积电熊本一场 花费20个月就完工 熊本二场定下2024年底 新建2027年启用的三年规划 日本的复兴半导体大梦 并非锁定高端半导体 而是全力冲刺成熟制成 且日本在成熟制成的供应链 本就完整 反观美国不只是技术人才欠缺 先进晶片设厂所需的一切材料 设备全部需要外援 每日两国半导体复兴进逐大赛 还是老化一句 务实才能圆梦 美国的劳动效率必须提高 有亚洲的竞争力 美国半导体产业的复苏 及部分制造业才可能会流